莫夢伯 王伯傑 簡曼書 黃尚和等人 一日一起出席新戲首映 其中黃尚和最近是雙喜臨門 不只當上仁夫還升格新手爸爸 日前才被老婆李千娜爆料 晨點第一天就激動哭了 今天他就來親自說出當爸的心情 他驗出來之後就跑來跟我講 然後兩個就很開心 我覺得很不可思議啦 第一次看到我生命出現在自己面前的感覺 很久沒有這樣子有情緒的哭了 自己也沒有意想到那個時候會有這樣子的情緒 胃口上有吃的越來越有創意 就大概晚上10點11點的時候突然說要吃 遼寧夜市的麻糬 真的很感謝有外送這個東西 不然會不知道該怎麼辦 很多餒 就是手機現在查的都是第幾運期要吃什麼東西 然後音樂歌單裡面都是放給寶寶聽的 有問碩哥 碩哥就說反正當爸爸自己心臟大顆一點 然後好好照顧女生 然後好好做原本自己在做的事 然後邵薰也有傳訊息恭喜我 然後我就跟他講 接下來有什麼問題再問前輩 憲心你一開始就會看書搜尋 你第二開你就不管 第一個看書搜尋 第二個照書搜尋 我姐妹要這些問題會不會覺得不好 你們再多問他一點 沒有沒有 我剛才超想過 我覺得還不錯吧 我幫你們講幾個問題 我幫你們講幾個問題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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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說 好嗎 好嗎 你會說 好嗎